美外市委亚太小组主席 美国现在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约获在CFIS南中国海研讨会上 发表主题演讲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获 Teddy Earl 7月26日星期四在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 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美国在试图管理中共的崛起 使与中共进行接触的政策逐步让位于竞争 他说美国眼下的对华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 寻求合作并且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进行竞争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更为竞争性框架的局限性日益明显 他说习近平使中国走上一条日益与国际规范不相符 并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道路上 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表示 美中关系现在进入了从竞争到对立的新阶段 他说美国现在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即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优先考虑 是否仍然是关系管控 还是如果中国的威胁或是负面行动足够重大 以至于我们必须针对他们拿出有利的对立立场 即使这种对立会影响到关系中的建设性部分 这位众议员认为南中国海是一个绝好的案例 他说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说明了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现在为什么必须被界定为对立 以及为什么美国早就应该转向一个更为对抗的立场 他说如果美国要推进他在南中国海的利益 保护其他的主权争端方 美国的区域伙伴 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那么美国必须开始对中共 巩固其在南中国海地位的行动 做出强有力的反对 这位众议员建议美国应当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 存在包括加强自由航行行动的力度与频率 组建由盟友组成的海军行动组 加强对中共的威慑 并加大对中共强化在南中国海地位的外交和经济成本 他还认为美国应该放弃长期以来 在主权争端上采取的中立立场 挑战中共的主权宣称 在主权争端上采取的中立立场